故事围绕一只白话棕熊乔伊展开 他被错误地当作北极熊 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 乔伊首次接触人类时还是个年幼的棕熊 因为饥饿而大胆地接近一只成年黑熊 黑熊困惑了乔伊的白色皮毛 误以为它是北极熊 不敢惹事 让它占了便宜 乔伊懒洋洋地享受着这份待遇 甚至霸占了黑熊的食物 此时 保护动物爱心人士误以为乔伊是迷路的北极熊 决定将它送回北极 乔伊被麻醉并送上飞机 醒来时 发现自己置身于陌生的北极环境 然而 这次救援变成了悲剧 北极熊群众不善地对待乔伊 让他感到惊慌 乔伊被再次麻醉 这次是为了回家 再回到家后 乔伊再次被人误认为是北极熊 带走病染色以证明身份 然后他又被发现 被关进动物园的北极熊展览馆 直到游客看到他动的危险才释放他 这个荒诞故事提醒我们 生活有时充满奇遇 但也可能因误会和人类干预 而变得混乱 让我们欣赏这个荒谬的故事 但也要明白 其中有许多虚构成分 是为了娱乐而创作的